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我重庆 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是谢明慧训组长 训组长好 好 郭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谢老师 我们看到民众党是灾祸连连 是从2024年1月选完大选以后 高安也倒霉 黄珊珊也倒霉 现在柯文哲是更倒霉 那么这三个可以说 他本来是知名度最高的前三号人物 结果现在都是声名扫地 或者是有的接近是要锒锒入狱 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民众党 靠黄国昌还在外面奋斗 您觉得是足够吗 还是民众党就要被泡沫化了呢 谢老师 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 柯文哲的结起是利用这个小草对他的这种 说话无厘头的这种很率真的 所吸引的 大家也相信柯文哲的清白不会说钱 所以当时他也都嘲笑 联盛文的一些影片都被人家一一的剪出来 所以有时候柯文哲都会很难置眼期说 他不能双标啊 当时他检验联盛文的 那现在用你检验联盛文来检验他自己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他会形象破产 那现在因为民众党 他的支持者都是小草 都是年轻人 他拥有380多万的 年轻人的支持度 支持者是他最大的资产 他也是最大的后援 何事无罪怀必其罪 因为什么 因为耐清德也虎视单单的要他这些票演啊 所以耐清德一定用潜力啊 用司法的手段也好 用媒体的手段也好 或用其他的手段也好 总之呢 都一定要把民众党给打散掉 他的选票才会流忘出来嘛 那耐清德的民进党才能吸收嘛 未来他的2028才不会有 强而有力的竞争德嘛 那现在民众党的这些大人物了 第一个大人物 当然是柯文哲 现在已经生亡已经破爪了 很多脚炒了就很伤心了 你利用我的这些小额监款啊 那我有心下名页 你的名页去照郭琪啊 我这么诚恳的待你 你是这么样扑隆我啊 所以这个脚炒金里面没有办法啊 接受 那接下来就是啊 证明他清白的精华证案了 他精华证案呢 现在他已经被 被无罪自毁了 那如果 这10天的别检战 没有找到他精有的政绩的话 那柯文哲是可以逃避这一件的 这一件的那个行者的 但是呢 现在大家面临讨论有一个问题 柯文哲 适合不适合 在做民众党党主席 那现在我看的最有可能担任的 就是黄郭昌嘛 因为黄郭昌也担任过 执大力量的党主席啊 所以由他来接了救星架锁 而且黄郭昌的声望也很高啊 那形象也在年轻人也能接受啊 那另外的其他的人呢 都没有这个声望可以带领民众党了 那秘司长也 也不太可能啊 前后两任的秘司长啊 我看呢都不太可能带领民众党走出困境嘛 所以有可能带领民众党走出困境的 就是黄郭昌 所以呢 我在想啊 那个柯文 那民众党呢 可能就是 淋住黄花 跟那个什么 实在力量走向同一个命运 可能逐渐泡沫化 郭老师你的看法 是那你认为啊 如果黄郭昌啦 被他命运在下一次呢 也出来选大位 因为民众党这张门票啊 是肯定可以用了 因为他们可以提名一个人 而且是可以一组人啊 来选政府的这个大位的啊 这样的一个角逐赛啊 那么如果他们提名了 那么又拿走了 国民党的100万票 这样的一个组合 或者这样的一个运用 你觉得民进党会不会 在这一局连续 用各种媒体跟司法 的这种圈套方法 把民众党最后逼的 也做另类的配合呢 这个要看 这个要看哦 那个柯文哲跟赖青的 他们如何互动的 柯文哲如果劳过柯P这一次的话 那民众党就成为民进党的附庸的话 或许呢 那有可能啦 但是呢 现在柯P跟赖青的打成这样的话 那民众党要成为 那个民进党的附庸 我认为几乎不可能 那未来呢 我认为 黄国昌可能选 大理柯文哲成为民众党主席 那大家有在拱 黄国昌先接高那个什么 高黄安的位置 就是新竹市的市长 那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柯P未来不选 那个2028的话 那么黄国昌他就会想说 如果那个 你柯P不选的话 就由我来代替你柯P来写 但是呢 我在想啊 柯P 会有另外的想法 如果柯P想要 抱一箭之仇 那么他就是 只有把 耐清德给拉架来 那么柯P就有一个链头 跟 藍百合作 那么那时候柯P呢 就可能以赴的来 跟 国民党来做搭配 那这样的话 以拉架 耐清德为第一目标的话 未来可能呢 就是啊 民众党的唯一选项 为什么因为 黄国昌呢 可能呢还没有办法阻导 民众党 民众党还是柯P说的算 哎郭老师 感谢县局长精彩的评 相关问题 我们继续请县局长一起来追踪 谢谢老师 好谢谢 感谢大家 拜拜